全国自强模范暨驻残先进表彰大会上 扫雷英雄杜富国 向习近平总书记敬上特殊军礼 总书记左手握住他的手肘 右手轻拍其肩膀 致以亲切的问候 5月16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李克强 王沪宁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 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 暨驻残先进表彰大会代表 新华 习近平会见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 暨驻残先进表彰大会代表 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 暨驻残先进表彰大会 16日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亲切会见大会代表 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勉励他们再接再厉 为推进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再厉新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11时 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同代表们热情握手 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国务委员王勇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他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 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工作机制 创新工作理念 以更加有力举措做好残疾人工作 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 坚决打赢农村残疾人脱贫攻坚战 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力 推动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 广大残疾人要以全国自强模范为榜样 进一步弘扬残疾人自强精神 努力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大会表彰了167名全国自强模范 100个全国铸残先进集体 100名全国铸残先进个人 100个残疾人之家和33名全国残联系统先进工作者 身残之间 清新盲人按摩事业的严三元 不畏艰难 不惧生死的扫雷英雄杜富国 富有爱心 热心公益铸残的宋桂华等三名获奖代表 分别在会上做了发言 丁薛祥 陈希 胡春华 黄坤明 肖杰参加会见 曹建明 陈小光和中央军委委员张声明 出席大会并参加会见 27岁扫雷战士失去双眼双手 你退后 让我来你退后 让我来 这是杜富国受伤前说的一句话 接到查明有无轨迹设置的指令后 他以命令的口气对同组战友爱一言说 正当杜富国按照作业规程 小心翼翼清除弹体周围浮土时 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他下意识地倒向爱言那一侧 飞来的弹片伴随着强烈的冲击波 把杜富国的防护服炸成了棉花状 也把他炸成了一个血人 永远失去了双手和双眼 爆炸把杜富国的防护服瞬间炸成了棉条状 战友说 正是杜富国这舍身忘死的颤爱一挡 两三米之外的爱言紧受了皮外伤 危急时刻舍身忘死 杜富国挡开战友 这不是影视剧里的片段 而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壮举 杜富国的微姓名就叫雷神 他曾说过 每多排除一颗地雷 就给了老百姓多一分生的希望 这也许是他的微姓名 还有他的姓名复国的全部寓意吧 如今 纵使墓不能是 纵使袖口空空 但这个特殊军礼 让人瞬间泪目 为这一幕致敬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